请示上师在共修回向的时候 有时候会听上师开示 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升起回向心 将功德回向给某某人 那假如说自己原本就发愿 要将共修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 可是当下呢 也想要同时回向给同修的亲友 那这样一来冤亲债主会不会不欢喜呢 有发愿想要造功德给冤亲债主 那要做一个有信用的人 那当然了 有一种人他就是无畏师 他发着勇猛精进心 他从来不看自己的切身的 之财受用或者病痛的问题 他就是勇猛精进 多年的行持下来 他的业力也都净化掉了 也有人修这种行 那前者呢 就是你的发心还小 那或者呢 你现在就是有特殊的因缘 业力献前所报 你已经跟他承诺了 那当然你可以把供修的功德 就指定要回向给某某冤亲债主 那如果一般而言 你发这种大心 普接回向 那当然你的功德也很殊胜 那你的冤亲债主 也不会因为你普接回向而没有得到利益 普接回向也会利益到你的冤亲债主 那相对的呢 你这样普接回向的这种修德 这种情操 也会感化很多的人 鬼神 感动诸佛菩萨 那有的时候呢 这样的修情呢 比指明回向给某某冤亲债主 所产生的功德还要大 还要殊胜 小也还要快 他的原力就在这里了 所以都是说 有的时候就是 有的时候会看很多同修的因缘 就会讲 如果你愿意 你有这个随喜心 那就一起来回向 当然呢 你如果不愿意 或者你自己啊 就是 你就欠用功德 那也没有关系 这一切都是 合情合理的 一切都要随喜 欢喜心 来 发这样的回向心 这个没有关系